此时参与救火的人员纷纷涌向出示地点 在一方面积极展开救援的同时 道夫林业局的指挥者迅速进行人员清点 以确定自龙沟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被困活害 这一清点让他们大吃了一惊 沟下人员的安危到底如何 能不能联系上呢 他们赶紧拨打了电话 最后一位过的电话通了 城堂的电话打得通 这个罗主任罗友哥的电话一直就没打通 然后大家就喊上 又喊对讲机 那么就打电话 电话打不通 再喊名字嘛 他们都没得回应的 还是比较着急 无人接接的电话 让深压上面的人有种不祥的预感 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快下到沟底看个究竟 待农烟散尽后 所有人员都加入到救援队伍 森林武警官兵 林业局的职工 以及先后从山上赶来的村民 但是复杂的地形又给救援工作 带了极大的困难 在那个地方我首先是把我们的人员 集合在一起 清点咱们的人数 然后把机具放下 然后对当时农局长 要求我们下去了沟的环境地形 进行了观察 因为看到下那沟 可能有约40米深 没有道路 破度80度 面对如此陡峭的山崖 只能放绳索下去 森林武警和独立营的官兵 马上组织人员向崖底探进 十多分钟过后 一支由群众 官兵 职工组成的救援队伍 被放到了刚刚过后的沟底 眼前的景象 让他们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当时他们的姿势 很惨烈 可以看得出 有的同志手里边还抓了两把土 泥土 看得上 在晕蓝的时候 很痛苦 现场说了说了 就比较惨 现场比较惨 真的这种情况 看到过沟 对面的老百姓也在哭 有个没找烧刀的嘛 他是 他从这儿哭 那大家就是 那就先去喝了 那个场面 确实还是 我们还是不忍心 在那里 有的他们抱着很紧 手也握着 手牵着手 牵着握着手 也很紧 当时下起来过沟 说下起来过沟 当时就在他们那个边面上 人不出来 山坡两面的山崖 最大斗坡处 坡度有80度 别说望上抬人 就是徒手爬上去 都十分困难 人基本上就站不稳地 靠着它 因为我们顺点右边往上走的话 你右手必须得说是 上面手抓的东西 完了一步一步才能往前走 因为你不靠着手 扶着的东西吧 根本就是 人家走的话很危险 因为底下就是 基本上这往底下 就是更止 八九十度 就到沟底了 直接就根本没路 面对逝去的同事或战友 大家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他们包裹上 利用滑下来的担架 一点点地往上拉 先把火力先救了 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 你要说拿不去弄啊 或者拉啊 大家都知道 烧了的 你马上去拉的话 跟你皮皮下 或者杀过 更容易操作 心理伤伤 对这个人 然后我把衣服去了 有个我们村民 把它盖住了 用衣服把它盖住 然后把那个火的人 抬了出去 在村民火部队 我们的 在地上的人都来了 我上面在接他们的人 他们在地下 把人当时开上去 我这个上面接上来 把他们接上来 lastly 我这样子 我来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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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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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长期的自然调节 已经与周边的大气环境保持了相对的平衡 处于静止状态 而这种静止状态 一旦在强风或温度变化等外力的作用下就会被打破 失去静止状态 有的那个压力真大了 风就变大了 是那样的道理 那天狗有点窃 下面有点窃 下面有点窃 从下面的风就容易吹上来 窃的地方受伤的人都是窃的地方受伤的 而当地较长时间内气温干燥没有降雪 也是发生草原火以后 茅草能够迅速燃烧的条件之一 就是冬天那个气候干燥之后吧 就是说 比如说林区或者是草原 它的那个就是可燃物的含水量就相当的少 这种情况下森林火焰等级是比较高的 主要是干燥 风比较大 森林火焰等级高 在一二五干次道夫大火当中 遇难人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子龙沟 在河谷峰的作用下 刚刚被扑灭的山火死灰复燃 而两面陡峭的山崖更进一步给逃生 造成了客观上的困难 子龙沟里突然燃起的大火瞬间过后再也没有燃起 灵性的山火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被先后赶到的增援部队 在12月6日的中午彻底扑灭 中午彻底扑灭 连青人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